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諮商心理師吳佩穎 吳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前空姐黃靜雅小姐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靜雅也可以講說是空難的幸存者 是 另外邀請到的是殯葬業者小冬瓜 郭憲宏 洪怡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林玉峰 大家好 歡迎 我們今天主題是空難的幸存者 這個靜雅 難得邀請到 因為並不是這麼簡單的 就能夠這個威威道出當時空難的狀況 因為嚇壞了 那可是留下他的一些記憶其實是有幫助的 比方說當時空難的要失事之前的狀況 那麼在這個空難的整個過程中 他到底想看到了什麼 另外就是這個直到墜機之後 那搶救的過程 還有他整個心理 要如何的重建復原的過程 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非常高興 也非常這個靜雅 這樣勇敢的站出來 感謝你 好 那麼我想大家對於二零一五年的 這個復興航空的空難 大家應該是都還有印象 對不對 那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 玉峰跟大家講述這段這個新聞 好 那過去那個幾年了 其實復興航空常常發生一些意外 但是這一件是發生在臺北 發生在臺北那個時候 我還記得二零一五年二月初 那個時候 我那天是休假 那其實我已經當媒體的小組官 我平常是不用出門的 我那天休假 然後我穿了一雙全白的 Hyperdunk的一個限定款 我要準備去中研院打籃球 結果騎著摩托車騎騎騎騎騎 就聽到同事來回報 叫我聽一下無線電 那我聽無線電就聽到說 有飛機掉到河裡 那當下我第一個時間想到的是 因為有一些人會玩那種滑翔翼 或是那種無人的小飛機 我想說你們先看一下 如果是沒有人受傷的話 那就派SNG車去現場就好 後來我在騎車過程 那個手機就一直想 一直想 一直想 他說有人 飛機上有人 要趕快趕滿現場 那當時候我想到的有人 還以為是會不會是那種小型的飛機 其實新北市金山萬里那邊 很多人在開那種玩那種小飛機 自己買了個小直升機 就雙人坐的 他說可能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 因為有松山機場這個航線 怎麼可能開到那邊去 那我那時候其實一左轉 就進到了失事的現場 我就從水門進去 因為我那個地方太熟了 我要往中研院 其實還沒到的時候 我左轉就是進到了這個水門 我看到的時候我真的嚇傻了 那個 你看機動盒不大 這麼大的寬的一個河道裡面 插了一台飛機 然後飛機是V字型的 就是中間已經凹下去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然後旁邊還有人在運動 大家都嚇傻了 然後包括一些乘客 慢慢地從水裡面出來 那有一部分我們看到的時候 他是站在記憶上面 可是在當下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包括機組員 然後包括乘客應該是五十八個人 最後往生了四十三個人 所以只有十五個人 是幸運生存下來 在當下 其實你很多的救難機具 已經慢慢地從水門外面進來了 好 更大型的是進不來 因為水門它有一個高度 跟一個寬度 那當時候其實我覺得 第一次感受到就是 我們臺北市加上新北市 我們的救援的能量是最強的 最強的都是在雙北 可是大家會有點手足無措 因為不知道這個商用科技裡面 到底有多少 然後你機具要掉嗎 如果掉下來裡面有人是受傷的話 那你的一些狀況怎麼辦 然後其實海上 就是河面上面已經有快艇了 那快艇要過去嗎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 大概那個半個小時 大家真的是 你會知道說人真的是很渺小 救援其實是沒那麼容易 因為事情發生得非常的意外 那我們如果這個再回想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就記憶深刻了 這個就是那架即將失事的 這個復興的飛機 那他下來的時候 這邊我記得應該是臺北市南港 對 在南港 然後這是環東大道 環東大道 那剛好有一輛計程車 這個機翼有去撞到這一輛計程車 對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再把它看 他比較連續的畫面 其實是這樣 在還沒有撞到計程車之前 他其實已經偏成這樣 對 那這是後來他撞到計程車 然後又去撞 好像有撞到護欄 撞過去 撞過去 這是廢機 然後後來就掉下去了 好 那這個新聞 其實是世界性的新聞 在臺灣當然是頭條新聞 這個鏡子後來被撞到 如果你拍畫後面 其實你會看不出來 有什麼受傷 事實上前面被記憶撞到 其實也這個當同全毀了 那等一下這個司機的狀況 我們再來跟大家追蹤 那現在這個有一個博物館 據說這輛計程車 還被放在博物館裡面 這是哪裡的博物館 在宜蘭 在宜蘭 在宜蘭這樣 復興航空二三五號班機 這個空難飛機的左翼 所插撞的計程車 這個計程車留在這邊 所有的事情都提醒我們 歷史可以原諒 這樣他不能忘記 是 那這個 所以空難 我們希望不要再發生 可是我們得了解 到底當時的情況如何 我先請教一下靖雅 就是你到從二零一五年 二月四號發生事情之後 到多久之後才有辦法 這樣侃侃而來的 講 其實我一直 從事情發生之後 這一些 這件事情都一直重複 每天在我腦海裡面 一直不斷的上演 盤旋 對 揮之不去 對 醒著也在演 睡著的時候也在演 對 就是 所以那時候才會覺得 為什麼要活著 因為你就醒了 你還是這樣 然後睡著 你還是一直冒到這件事情 對 然後我沒有辦法開口 對別人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 甚至是我家人 我沒有辦法 我只要一開口講 我就會眼睛就會泛淚 然後我就會不斷的掉眼淚 然後就是講不下去這樣 那其實大家也都盡量 必談這件事情 那其實我現在後來想想 他們去必談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也不是很好 對 就大家好像當作我沒有事 我很正常這樣 對 那直到有一次就是 我們必談有時候通常 就是希望不要勾起 你要保護你 對 可是老實說 我們不曉得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到底要不要講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一個 很會講自己心裡事的人 所以又碰到這件事情 我變成更封閉自己 對 什麼事情都自己在那邊想一想 然後自己在那邊糾結這樣 對 然後等到最後是 外面的人還是會問我說 你是不是就是當初 那個黃靖雅這樣 只要有人這樣問我 我就會倒退三步 然後想說 我身份要被揭發了這樣 然後我甚至想要去改名字 我想說我要徹底的掩埋過去 然後讓大家不知道我就是黃靖雅 因為其實我沒有什麼外傷 然後看起來也很像正常人 然後我如果把名字也改了 那就真的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對 當初有這個想法 對 他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外傷 可是他內傷很嚴重 那個內傷包括身體的內傷 還有最特別是精神上的內傷 可以用一種很具一種形容 就是我在如果是這樣透視的話 我大概全部都這邊都是黑黑黑洞吧 整個戲面都是空掉了 對 黑黑的空空的這樣 就是被關在一個房間 然後沒有門的房間 我那時候覺得那時候感覺就是這樣 是 這個我簡單複視一下 就是說二零一五年的二月四號 早上十點大概五十六分左右 這家附近航空從松山飛金門 那麼他是右引擎瞬將故障 可是駕駛誤闖 誤關了唯一正常的左引擎 照理說是右引擎 他給我他關掉的左引擎 所以兩顆引擎就不能動了 對 那就失去動力 最後是衝入了基隆 基隆河的南港段 那這是ATR七十二六百型 好了 重點就是說 那這個在發現 什麼時候開始發現這個飛機有問題 等一下再繼續請教你 好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這個是當時啊 這架復興航空飛機的這個 乘客的座位狀況 全滿嗎 沒有 沒有全滿 58個吧 58個 那可以坐72個 對 總共72個 總共72個 然後有紅色的部分 你看喔 大部分是坐在後面 對 升環的部分 紅色就是升環的 那死亡跟失蹤的就是藍色的 那你當時坐哪裡 我當時就是坐在最後面 這個就是大家一般國內線上飛機 不是有空姐在那邊 你好 歡迎登機 我站的就是 坐的位置 就是那個空姐站的位置 就是貼在艙壁 然後我前面其實都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受傷的當下 我是好髮 看起來好像好髮無傷 因為我沒有撞到東西 我只有因為那個後座用力 這樣貼壁這樣 瞭解 對對對 坐在座後面 坐在最後面 是 那你當時這個有感受到飛機的不正常嗎 其實那時候飛機 我們是已經一趟臺北金門回來了 那這是第二趟 我們金門便當都訂好了 過去就要吃便當了 對 然後那一趟起飛 所以你們先一大早就先 從金門 從臺北飛金門 對 臺北飛金門 然後你是第二趟從金門要飛回來台北 台北飛金門 金門飛台北 這樣一趟 來回一趟 這樣已經是兩個起降了 那你一天要飛幾趟 兩趟甚至三趟 過年還有四趟的 我記得 這樣負擔也蠻重的 這其實蠻辛苦的 所以金門已經從臺北飛金門 再飛回來 回臺北了 就加油 檢查這樣 然後就要說登機登機 我們再一趟就下班了這樣 對 所以你飛的是第二趟 飛機起飛 對 飛機要從臺北起飛 對 那飛機從臺北起飛的時候 一開始一定是爬升 因為其實常常飛 你就是大概知道飛機的傾斜角度 跟時間你都可以抓說飛機 現在到底大概飛到哪裡這樣 那還在爬升 那當然是那個安全指示燈 還是紅色的 對 大家還不可以 對 不可以站起來上廁所 對 包含我們空飛也都是要遵守 那起飛到還在爬升的時候 我就在裡面 我的位置上 那突然 突然飛機就遁了一下 我在裡面是飛機 就是很重的遁了一下這樣 大概飛了多久 遁了一下 不到五分鐘 五到五分鐘 就突然遁了一下 很重的遁了一下 對 很重的 不知道是左傾還是右傾 遁了一下這樣 就這樣 這樣子 想一下 但是異常的想一下 異常的想一下 應該沒有這個想一下 對 你從來就說空腹炎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這種狀況 對 正常應該不是 因為還在爬升 也不會有什麼 不會有什麼什麼 天氣不好的這種因素 那爬升到大概五分鐘 這樣子很大的這樣晃了一下之後 我又覺得怪怪的 但是我們的位置 其實這樣子看一下 還是可以從乘客 最後面的窗戶 看到外面的狀況 那確實飛機還在爬 對 那我這個想法 都還在腦裡面 來回的時候 還不知道很嚴重 對 突然安靜了 什麼安靜 機艙內 突然很安靜 大家乘客都安靜了 不是 飛機裡面 沒有那個螺旋槳的聲音 我現在頭皮疤馬 因為那是小飛機 ATR那個螺旋槳 在機艙裡面是聽的 它是雙螺旋槳嘛 對 兩個其實應該很吵 對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起 就是這兩個這樣子 要這樣子轉嘛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兩個螺旋槳 就等同兩顆引擎 兩顆引擎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應該是右邊 這邊先順將停掉 停了 故障了 但是他後來是關掉了這一個 對 他把好的關了 把好的關了 對 所以就整個安靜了 沒有聲音了 我變滑翔機了 就極盡的ATR客機 飛行中的ATR客機變很安靜 是 然後這個安靜的聲音 大概這個安靜的狀態 大概持續 持續個五秒還十秒吧 那機長有沒有廣播 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來自潛艙的一些 不只廣播 還是說電話 還是說任何的警示都沒有 那其實當下乘客也有一點 怎麼了 就是有一點 就是猜疑這樣 我們就下去了 就下去了是不是 我們就下去基隆河 這麼快 對 我在飛機裡面的感受是這樣 對 因為其實當下飛機 有一些異狀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是前艙 他們可能正在排出什麼狀況 那我那時候的決定是 我應該要再等一下 對 也許他們排除狀況的時候 會打電話跟我講 或者是廣播 直接廣播 但是這些事情都還來不及 是 對 然後在飛機掉下去之前 我也有曾經想要解開安全帶 起來看一下 因為那個晃實在太大力 可是都已經偏成這樣 你有辦法解開嗎 那時候還沒有偏 就是還在爬升的時候 對 想說是怎樣 就是那個手勢會有一點靠近安全帶 就是想要把它解開來 對 想說是不是要看一下這樣 因為有時候我們飛行的時候 乘客會突然站起來 想到站起來要拿行李這樣 很長 對 然後我們就一定要立刻叫他 你快點坐下 或是制止他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逼不得的狀況下 我們真的確實要上前去制止乘客 我以前去過中國 然後也有這樣乘客這樣站起來 要拿東西 那時候還不能夠解開 他很兇耶 坐下 你給我坐下 我們真的要學姐 那時候其實父親的訓練都蠻扎實 學姐就是要你這麼兇 這樣子 對 就是要兇客人這樣 這麼兇是標準的 就是你要不是兇 你要很嚴厲大聲的制止他 讓他感到一點害怕這樣 立刻坐下 我們如果繼續呢 那我就真的要叫你 過去叫你坐下 但是他們都動作很快 我真的是訓練有 不知道是很常搭飛機 馬上站起來 然後這樣下去 OK 那當時的這個 就是機首這裡 照理說是駕駛嗎 對 副駕駛嗎 兩個 那還有嗎 還有一個OBS的位置 就是當天其實是有三個正機師 他們都是有機 他們都是機長 都是四槓的 為什麼做那麼多機長 他就是後面那個機長 當時我知道是 他是要做觀察的位置 去跟這一趟 我們飛過去 然後他可能是在做轉訓 那時候我們還有ATR500 對 對 這是六百新的 他們要做轉訓 所以他可能要跟著前艙去 學習 對 可能是上課還是考核還是什麼 還是跟著觀察這樣 因為可能就是儀標班 什麼都不一樣 他們在做轉訓的這個訓練 對 所以有三 裡面等同 有三個機長 對 是都是三個 都是機長 正機長 是是是是 OK 所以有 那那個 你們空服員有幾位 空服員就兩位 兩位 對 所以三位機長 正機長 兩位空服員 總共五位 是 對 就是總共就是機組人員 就是無位 好 那這個 你說很快就衝到水裡 那時候的狀況如何 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融 我剛剛就是回到 剛剛就是我覺得 怪怪的時候 我們就下去了 就下去基隆河了 那那個瞬間其實是 我之前有稍微分享過 給大家說 就是很像沒有辦法呼吸的 對 然後非常速度 非常快 大家看到那都是慢動作 那我坐在裡面 真的是一兩秒的事情 有點像那個電影 那個什麼穿越地心 就是那個架子 人都這樣 好像很受不了那種感覺 好像你的身體要被撕裂這樣 因為他下來的速度太快了 對 那個不好意思 應該是有一種叫G力 上升叫G力 這個是下降 而且我們是沒有動力的狀況 狀況下去 要插到橋 然後又上下顛倒這樣子 只衝基隆河這樣子 等於算是插進去基隆河土裡 對啊 那你瞬間有那種自己會死掉的感覺嗎 這種想法都沒有 沒有 這是後來覺得說 我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下去基隆河的當下 就是腦子已閃過 就是我是發生空難的 對 確實我是發生空難的這樣 我真的當時真的是有 當然會有點嚇到 是 對 但是這個發生過程實在太快了 對 然後整個過程中 這種上下顛倒 然後門打不開 然後飛機嚴重扭曲狀況下 是 公司真的確實沒有 就是有這種訓練說 你完全門打不開 然後你在這種扭曲的空間裡面 你要怎麼協助自己逃生 然後你要怎麼離開這個機艙 對 都沒有 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 我應該怎麼說 就是說那你下去了 下去了以後 那你就要 也要救人嗎 你也要自救 對 我那時候是 當裡面的狀況 景象到底怎麼樣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請教 來 先休息 今晚告 好 那這個如果用空灶土來看 這個就是臺北市 這個是基隆河 那這個是新北市 這個是這個飛機墜落以後 在基隆河裡面 大家趕快搶救的狀況 那你可以看到其實 看這一張就更清楚就是說 他其實是基附在上面 對 不好意思 有一點像魚子翻牌 對 那換句話說 如果人裡面在裡面 那你安全帶沒有解開 你頭是朝下的 對啊 倒災衝 對 如果說沒弄死 有時候陰也陰死 對不對 而且老實講 撞擊的力道 安全帶不一定拔得開 是不是 會扭曲變形 好 這個是當時 因為實在是太重大了 我相信記者朋友 速度要最快的 全部都是媒體界的朋友 然後這個都是去救人的人 然後他就掉在河中 然後正在 可以快速的搶救 可是快速大家都很急 這個可是老實講 要救沒那麼簡單 那天是寒流來 超冷的 那天起床都覺得 怎麼那麼冷 還要上班 這樣 寒流來 然後我們的資本寶 因為二月四號 對 我們真的是一年 四季都穿那件 北海道冷的鑰匙也穿那件 然後熱的鑰匙也穿那件 對啊 穿哪一件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以前當空服員的時候 穿著 對 平常就穿這樣嗎 對啊 平常穿這樣 然後有一件大衣 就是冬天的一件防水的 沒有很厚的大衣 然後就是那一件這樣就這樣 上班就是要穿這樣 上班 不管夏天冬天嗎 對 因為在機上的空調 工作其實是熱的啦 對 因為一直在動 但是沒動之後就很冷 對 制服是這樣 好 這個呢 是你在這個在飛機上 沒有事的時候 對 就是休息 然後因為就是登機也延誤 然後就是選擺一下 就是因為那天我就是打廚房 然後這海飛機 就是新的那個A330 對對對的廚房 什麼叫打廚房 就是做廚房的工作 因為稍微有點資深的 然後所以你就要去學一些 比較一些特別的一些工作內容 比如說是商務艙的工作 還是廚房的工作 好 那這一張呢 是你坐在機師的位置 還是副駕駛 這邊是副駕駛 左邊是正駕駛 對 因為我就跟那天 就其實這張照片得來蠻特別 就是機長說 那一天本來是可以讓我坐在 那個OBS的位置 OBS是在後面嗎 就是駕駛艙應該會 這邊還會有一個位置 他是很簡單是這樣掀下來 就是那個第三個教官 做的那個位置 有點在牆壁旁邊 對對對 小小的這樣 對對對 但是因為可能沒有機會 坐到那個位置 就是所以教官說 你要不要拍一張照 留念一下 然後他就把那個燈 剛好又是這樣子 都是亮的 然後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這也很難得 因為其實我那時候 其實蠻少照相 對啊 那是什麼事情 都來得很突然 很瞬間 那你當時在失事後 已經掉到水裡 你看到了什麼景象 我掉到水裡的當下 我是就剛剛像洪宜哥的那個照片 我是肌腹是朝上的 對 然後所以我就是那個安全帶這樣 然後就是倒掉的這樣 然後頭在下面這樣 然後就是有腦沖血的狀態 水進來了沒 那時候還沒看到水 因為其實機艙非常暗 因為我們上下顛倒 在河裡面的話 其實裡面的燈 燈光 也都在水裡面了 對 就只剩下地板上的那個警示 指示燈很暗沒有很亮 對 然後那天又是陰天又寒流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陽光 對 然後我就是倒掉的在飛機裡面 那我那時候就想說空難 那我現在一定要先離開位置吧 對 然後所以我下機動盒的時候 我是全身是乾的 對 因為我是懸空的 對 然後我就想要試著解開安全帶 那就像那個剛剛宇峰哥說的 我的安全帶完全卡死 對 那他這台新飛機才九個月而已 對 剛從法國回來沒多久 但是因為撞擊的力道太大了 所以他就是有點像卡死了 然後那時候我胸口有受傷的狀況下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力氣 這整個肌肉可能都受傷 我沒有力氣去轉那個安全帶 轉一下不行 然後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 掛在這邊等人家來救我嘛 但這樣也不行 也不對 因為這個時候就發現水一直這樣子 水聲開始慢慢的 一直滲進來 對 一直滲進來 然後本來安靜的客艙裡面 開始慢慢的有人在哭 有人在叫這樣 哭汗 對 哭汗 那我就再試一次 就是想說不能放棄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還是不行 對 再試一次 就深呼吸一次 然後再試一次 我就開了 拜託 我真的心裡面呼喊說 拜託 讓我離開一次 就掉下來 就是掉下來之後 就掉到水裡面 也是這樣子 頭下面 對 然後你自己試圖打開 打開之後我就摔下 就是摔下飛 就摔到水裡面 因為其實裡面已經一半的水了 對 然後摔到水裡面 我就爬起來的時候 發現門也打不開 門上下顛倒的又扭曲了 打不開門 好 後面完全沒有任何逃生的機會 然後我就往前看 前面是一片的黑暗這樣 一片黑暗 一點點的光線 就是在那個破口 就是剛剛洪英哥那個 其實那個昇環跟死亡的那個交界有沒有 就是肌腹那個 裂開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破口 對 飛機是斷三半 肌頭插在土裡面 中間一斷 然後肌尾站著 雖然後看起來 後面看起來已經變平的 那是可能那天就是也是漲潮 所以泥沙一直在帶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從那個有光線的肌腹 我就覺得那時候真的很像演電影 就是我知道說 那就是我唯一的逃生機會 對 然後我就爬過去 好像有點困難 因為前面全部都是行李 就是撐堆的行李 然後整個 不好意思 曹哥哥 就想像一下 這其實飛機已經擋了兩隻 然後這個是肌腹 所以你其實是倒掉在肌尾的 對 我就是這樣 這樣子 這樣 我就在這邊倒掉 頭插著 然後中間是這樣 這個是站著 摔成三半 摔成三半 對 其實我覺得聽你講好像有點像電影 真的很像電影 那個電影就是哇 我快淹死了 然後然後可是我因為受傷 因為安全帶其實也讓你受傷很嚴重 對啊 然後說一下 你又沒安全帶把我騎上去 他救了我一命 對 然後可是安全帶 他又受傷沒有力氣打開 對 直到打開了 鼓起力氣打開了 他又掉 掉到水裡面 但還好我算身高高啦 對 所以其實還不至於淹到 淹到說滅頂還什麼的 對 然後我就要往前爬 一定要往前爬 所以爬的時候就是 就摸到了絲塊 絲塊 我後來想想那是應該是人 對 那因為裡面很暗 然後我又不知道我人在哪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也聯絡不到前上的教官 對 所以我覺得我當下 教官三位都走了 對 三位都 對 都走了 還有學妹 學妹也坐在前面 因為他從這樣栽進去 對 三 五個人 四個人都坐前面 就五個人坐後面 那我就覺得說 我那時候當下覺得說 我應該要先離開這個飛機 對 我應該先離開這飛機 至少看看 我是在河裡還是在海裡 自己也搞不清楚位置 對 應該是在河裡 因為才剛起飛沒多久 是 那我就往前爬 就鼓起鼓起往前爬 一定要往前爬 就往前爬 然後就是越過的這個短短的路程 真的真的是人生的 時間很漫長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因為裡面已經是一團亂 對 有屍體 有人 這個 而且椅子都脫落了 椅子脫落了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椅子是六個 六個一組 然後架在 就是綁在地上 因為他是用鑽住 鑽住在地上 用螺絲鑽住 對 對 對 然後所以他是脫落下來 這有點像 很像是水牢 有沒有 像欄杆 然後在水裡面這樣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時候已經搞不好沒有走到了 沒有走到了 因為又是飛機門 雖然人沒有很滿 但是行李是滿的 行李艙全部都是滿的 對 大家就是可以買 那時候起飛的時候 還有很多客人跟我說 我等一下要買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這樣 就是要買東西這樣 那行李在滿的情況下 全部都炸出來 在那個走道上 對 然後我就這樣爬出去 那我當我一爬出來 那個破口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個河中央 對 然後水淹到大概就是在這邊 對 然後就環顧一下 我就是旁邊有大樓 投出生天 對啊 就站在基隆河中間 然後旁邊都是大樓這樣 然後很安靜這樣 對 很安靜 然後外面就已經有一個 我出去外面的時候發現已經 積物大哥已經站在外面了 但是他受傷滿嚴重的 你說誰 有一個積物大哥 他是隨行要去金門 可能是 基隆大哥 對 基隆大哥 他好像是講師吧 我記得 然後他那天在飛機上 是以乘客的方式 要過去金門 也許是修飛機還是什麼 但我們沒有多分 就知道說飛機上 有一個大 基隆大哥在上面 然後他正在門口 然後他那時候滿頭都是寫 然後他的手就是 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大哥你還好嗎 然後大哥又說 我的手斷了這樣 對 然後我說 我們發生空難 他說 對 然後他就是 我覺得他也嚇到了 對 然後當下我就說 我想要進去 我想要再回去 回去機場裡面 對 因為我想要 我想要看看 就是救人 對啊 就是出來的時候 聲音哭喊聲這麼的 淒慘 然後我覺得我的職責 跟我的身份 我是一名空服員 我應該是要協助大家 一起離開飛機這樣 那我當下決定是 我想要再返回飛機裡面 是 對 然後大哥就說 你不要動 他就希望我不要再回去了 他說你不要動 你不要回去了這樣 但我說不行 我還是得回去這樣 然後回到機艙口的時候 陸續洞口的旁邊 有一些人 可以自行逃生的人 他們有慢慢的出來 對 包含就是大家看到的 那一些站在機翼上的人 然後跟有一些可能比較老的 跟受傷很嚴重的乘客 然後就是很需要 我就是攙扶他們 還是幫他們一把這樣 那等到可以離開的乘客都離開了 然後我們就待在那個 外面等待救援 那等到大家都安全之後 我有往 我有往機頭 那邊走過去 對 就是心裡面還是覺得說 就是 好 這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其實你是 這個站在機翼上面 我這個是站在水裡 就我一個人 站在水裡面 他們是站在機翼嗎 對 大哥是站在機翼 然後前面的這個小妹妹 他們前面的人通常都站在機翼上 機翼其實很大一片 對 但是我就沒位子站了 好 這個我們這樣 那天是寒流來 對 非常冷 我們的寒流 十度以下叫寒流 十度到十二度叫強烈大陸冷氣團 十二到十四叫做冷氣團 所以那一天可能不到十度 八度 八度 然後你又穿這樣 然後你就在水裡 氣溫八度 但體感溫度可能更低吧 一定 因為我們泡在冷水 對 我泡在水裡面 謝謝尊 對 好 那等待多久才開始救援 等一下 還有你身體跟心理上 受了什麼傷 等一下再請教你 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這個今天邀請到靜雅 那靜雅你自己当时身体受了哪些伤 我那时候的身体上面的伤 就是我的外表是都是因为撞击的关系 然后所以我的外表 那时候送到医院的时候 是全身都是大面积的瘀青 全身大概就是如果衣服脱掉 就是全身四肢 驅干 然后整个到脚都是 都瘀青 整片大瘀青那种 我再讲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安全带 因为他其实有点弹性 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他就给你撞 安安安 那那个撞 还有飞机的撞击 其实我们这里全部都会是受伤的 对啊 虽然命保住了 但这里其实都受伤 其实就跟你开车一样 就是如果遇到撞击 应该也是安全机场救了你 安全带救了你 可是你一定还是会受伤 是 对啊 类似是那种情况 那内脏呢 内脏就是我那时候肺 整个X光看起来 我是肺凹陷的状态 但是医生说肺泡都猫了 就很像得肺病的病人一样 对 肺泡都猫了 然后我的肋骨断了两根 肺 肺猫的意思是 你喘不过来 对 就是为什么 我那时候在当下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吸到空气 就是像喝饮料这样吸管破了 这样那肺都猫不出来 猫不到空气 这样没有空气 所以那时候让我觉得害怕 其实是吸不到空气 对 那因为肺泡猫了 对 然后肋骨断了 然后后来还有 肋骨断几根 两根 而且还是断腰椎的地方 后面就是腰的腰 腰椎的腰椎 腰椎的腰椎 对 后面 很痛很痛很痛 对 超痛的 然后还有我的肾脏也破了 腰椎也破掉了 对 但是可能是因为那贴背吧 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这样子 撞飞机 人肉撞飞机这样的舱壁 那换句话说 有可能那时候你还在内出血 有啊 其实是有内出血的 但是因为后来医生是说 我没有开导 因为说我年轻啊 那时候年纪轻 所以可能也许可以观察一下 看是不是可以让他自己愈合 对 然后我的身体也是神经受伤 左脚的大腿的部分 是后来才发现神经有受伤 他是整个凹进去这样 这个是靖雅 当时你其实也身受重伤 送医急救的情形 然后这个是妈妈来照顾你 对 妈妈照顾 我想妈妈有得烦恼 我就不说话一直哭 一直哭 OK 那这是当时对 你的腿部受伤 腿就是根部这边 两半面都死 就是那一边也是 那边也是 腿那边也是 ok ok 好 所以你因为肺部的塌陷 所以也要 这个是在辅助呼吸吗 对 就是他们规定 我每天要照三餐吸那个球 而且我一开始只能吸一颗的 他就上来一点 他就上来 医生说你的目标 他就是要三颗都要起来 对 才是正常人的那个肺活量 但你一颗都吸不吸 只有离开那个底部一点点 对啊 就痛了 对 对 所以就边吸边哭 我们能呼吸是因为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肺泡 那个肺泡能够 藏起来就会有办法呼吸 这样但是你的你已经塌陷了 就是那个安全带勒痕 大概一年才消 身上的安全带勒痕 是是是 ok 那这个心理上呢 先讲你的身体这样子受伤 多久才开始復原 其实我受伤 比如说瘀伤啊 这种骨折的东西都会好 但是后来我还是要很持续 一段时间都要到医院去定期的复健 那复健的过程也是很艰辛 那个身体那肌肉 他拿那高尔夫球揉我的腿 高尔夫球很硬 就是哀嚎到整间医院 都听得到我的腰声 但是每天都要去啊 因为瘀青 所以要听得开 对那可能神经那个受伤 就是他们觉得说 你如果不去 因为这边没有办法去拉嘛 他就用那个高尔夫球这样 你去揉我的肌肉 是 对 那时候就是復健师是这样子 去帮我復健的 然后去电疗 针灸这样 就是一直其实都是不间断 even到现在就是天气 如果不好的这些不舒服的地方 都还是会压起来 骨头会痛 会痛 等一下再请教你精神上受的创伤 因为这个有所谓的创伤后压力增后去 那这个小冬瓜是 是 当时你因为接到这样的这个指令 所以也赶快去 是 对 就是我觉得 今天听得就是感触很深 那天中午其实就在吃饭 然后就是很开心 在讨论说下午要去那里玩 就也是一样 就是接到有通电话 那时候是冰藏处长官打电话过来 他说飞机掉下来 其实那个错的都差不多 我们那时候都很难想象 有一架飞机掉 然后那时候他就要要求 那个清文派三十台车 到现场去处理 我说需要那么多吗 他说可能数字会比这个再更多 然后那时候请我们就是立刻去现场 先看调度 然后来做帮忙 那一到了现场的时候 就像刚刚照片看到的 就是河道边积满的 满满的都是人 有记者 有搜救大队 然后甚至因为刚好他的地理位置 刚好卡在台北跟新北的中间 所以当时来讲的话 就设了两个指挥处 那讯息跟咨询量其实非常的多 然后再加上 其实我们那时候到现场的时候 其实已经算是中后端 那时候可能林达哥算是比较早去 我们都去的时候 所有车已经全部都围在外面 然后我是好不容易夹到一个 一个缝隙 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再等了 我是直接把那个同事留在车上 我先冲下去 因为他那个外面堵得很严重 我是冲下去 然后到现场先去了解 这样实验的状况 那那时候来讲的话是 所有人都慌了 因为大家其实第一次碰到这个事情 然后包含我那时候就是问 就是指挥中心那边的一个高层 他就说他们过去有做过演练 可他们的演练的范围是在松山机场 他们曾经针对过松山机场里面 如果说飞机万一有什么样的状况 要怎么样紧急做措施 他们都都有做过撒盘推演 可是他们没有预设到有一天 状况竟然会发生在基隆河中间 真的 然后他的河道空间其实很狭小 所以所有人挤在里面 他的那个车道 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水门 的那个车道 然后我们到的时候 长官就说车勒车勒 你们车在哪里 我说车都到 但是全部都被挤在外面 进不来 对进不来 那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很困惑说 那到底是因为有三个要救护车先进 接体车先进 还是这个重机局 要就是破坏机局这条先进 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所以在等 可是那时候我们就跟长官回报说 我们其实可以可以理解 现在的需求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救活人 当然我们很遗憾 发生这样的状况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优先先让救护车 而不是说要急着说 要让我们接体车先进 我们不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当然 那时候长官也跟我们提出他们的疑虑 他就说其实他可以理解 我们现在的态度 可是因为毕竟媒体记者其实都在 他们觉得不要让家属 让外界有二次伤害 他们觉得也要保留这些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预测 就是要一句一句打到上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回报 已经有罹难的产生 然后那时候要开始打到上岸 所以他们不希望说 那个过程当中是很没有尊严的 那所以我就说那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来讲一个折衷的方案 我们弄个帐篷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帐篷里面 把人围住 在里面做一个饗宴 那优先先让救护车先进来 至少先救人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非常多的那个数字 有个大白板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一直很紧急的 在回报 然后再报告数据 然后男生几位 女生几位 然后找到几位了 然后我们在搜救每一个就是往生者的大体过程 然后我们都要先确认 他身上的身份证件 赶快先找到他的身份 然后跟他的家人联系 我觉得那个情绪很复杂 就是我们过去其实处理 就是都是遗憾的事情 但是一句两句 可是你要想象一天十几句 然后我们那时候 其实是在一个拟令的地 然后一句一句这样扛上来 其实到后面你真的会觉得 所以是搜救人员下去 然后把人 是 我们那时候有分工最最最最最最辛苦的都是那些下水 去搜救的那些不管是益销也好 还是那种相关的一些长官 他们是穿着那个防水 那个潜水衣下去 那温度很低 当然大家都聊过 甚至其实坦白这样 他们下去时间没有办法很久 他们大概三十分钟就要上来一趟 不然会失温 不然会失温 所以他们其实都要要反复 而且我那时候跟他们请教 他们说下去体感温度低就算了 其实能见度不高 因为刚好又下雨 然后又好像那个水流很端起 所以他能见度大概只有十五公分 水也可能溜了 对 很多 他大概只有十五公分的能见度 也就是说他今天水下去的时候 他大概他的距离能够看的范围只有这样 而且更不要讲说河床下面 其实有非常多尖锐次的一些物品 是 对 然后什么那个 剃鸡啊什么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很有一些 甚至他后来就是有伤口破坏 就是受伤 然后得了蜂祸新组资源 甚至也有人因为这样子不幸离开 所以那时候其实搜救是非常困难 然后在第一时间 其实你看到很多人围在那边 可是其实坦白说 对于所有人来讲 其实大家都有点无能为力 为什么 第一个 你要看他那个基附的空间 其实根据就是掌弯回报 就是说那边其实很滑 他没有太多的着力点 而且更重要 他那时候有个破坏机具 其实是想要试着把那个口袋切大 看是不是能够尽量把人在更多的救出来 把飞机的机体切开 就是在当下就是用一些机具 然后做一些破坏 然后是不是可以把洞口开大一点 然后让人出来 可是因为他刚好那个位置 就是又有点接近邮昌 很担心说那样子的火花 是不是会引起爆炸 对 因为火花点燃汽油 对 所以其实像回想起来 我觉得当时的指揮官 我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就是这个东西第一次碰到 而且有那么多的讯息 而且这个是分秒逼真 他的时间其实压力非常的紧急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是在有限的资源下 尽可能去想我们要怎么样 尽可能救出最多的人 那当然我在那个过程当中 也感受到就是人性的光辉 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你会觉得生命很脆弱 尤其是一句一句这样子抬上来 但是你会发现说 台湾真的很多那种就是自主性 那种号召到现场 然后来帮忙的 甚至那时候闹了一个小笑话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是做那个就是食品的 他那时候知道我人在现场 他就说现场有这么多的人 将近快四五百人 在现场那样调度 那大家一定很饿 没有吃饭 没有吃东西 他要赶快送物资过来 我都还跟他开玩笑说 我可能不用了 他说为什么不用 我说因为现场有很多那种自发性 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 有很多那种就是自主 那种胖卡 胖卡 对 胖卡 十几台就在门口 然后就是提供 肉饮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给人间的动员力 对对对对 然后帮他有人自己怕冷 然后提供的那个软爐 电软爐 然后给大家再做使用 确实需要 不然这个刚从水里捞起来 你看他多冷 我还走上来 对 自己走上 我被发了绿色检商卡 什么意思 我来的都已经拍了 就是我被分类 当时我送上 离开汽艇 离开汽艇后 你就是要到救护车 中间不是有一段草坡吗 对对对 那草坡是自己走过来的 你应该有爱人帮你 我实在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就是想说 如果是可以走就 自己走过这样 硬撑 来 我先休息一下 当时飞机受损的情况 坦白说他刚才这个郑雅有讲 这都椅子倒掉了 对 所以肌腹是在上面 对 然后椅子倒掉 讲说要出来还真不容易 很难耶 对不对 又看不到 又歪过来歪过去 其实没路啊 又行礼 对啊 又行礼 又椅子 都是那种铁件 你看 我后来出来 整个腿都是刮伤 就是都被这个削到的 然后丝袜这样子 全部都破了 就是都刮伤 这样 就是那铁件 是是是 好这个 这个还是有破口的 你也没破口 而且那时候水淹到泽了 因为你看飞机在这样整个嘛 对 水是不是一直涨草 是 所以其实我眼前就是铁件 我也不知道路怎么出来 就是这样转爬这样 哇 你是还是很厉害很勇敢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是有看到人吗 其实他就站在机翼上面 这个应该就机翼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水已经淹到这里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看 这个是后来打捞上来的状况 这就是他等 等 等做 等做什么 三节 三节 那当时你就掉在这里 不对 应该是 你说我的位置吗 你的位置就是在门口 这里 门的那边 对 你在这边 我在门的那边 所以我往前爬 爬到这个断的地方 爬到这边 对 虽然很短 对啊 你看这样数过来 几个窗户 其实是蛮长的 是 真的 真的 然后可以想像靖雅当时 头是在下面 然后椅子在这里 然后你坐着 对啊 然后安全带打不开 水一直淹上来 对 很可怕 洪怡哥 真的 那个水就是一直这样上来 这样 然后里面 都总是这个什么 椅子倒掉 因为这是这个是肌腹嘛 对 然后这椅子倒掉 然后全部都没有灯 没有 水一直淹进来 然后你就受伤 对 真的 塑不到空气 塑不到空气 好 那这个里面是台旅客是台湾人居多吗 中国旅客比较多 中国旅客 为什么中国旅客是要回去 他们要回金门 对啊 那就是从金门 在可能他们在自己回家 回到中国这样 所以他们行李特别多 礼品每个人 就是一个手提行李 但是他可能有食盒太阳病 还是对 所以台湾的特产 好吃东西太多了 凤梨酥牛嘎糖 什么都要买 所以大家行李 虽然说五十八个客人 但就是大家是旅行团 还有小孩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小孩跟老人蛮多的 对 然后其实那些点都还记得 对啊 那总共有四十三位不幸罹难 那虽然也许很多人客死异乡 也希望他们能够安息 这个奇怪 这飞机就掉在水里面 怎么会有人失踪 因为他在这个重击力道下去 过程当中 其实就像刚刚刚刚讲到 他有些机 那个座椅是直接整个脱落的 对 那脱落过程当中 就是有一些座椅 他就直接随着那个顺的水流 就开始飄 他就是会飄到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最远甚至游到大概三四百公尺外 才找到的 我们那时候大概前后打到 其实蛮长一段时间 最远大概 飄走了 最远的就是他就飄走 对 然后因为泥沙又多 所以其实那个也增加了 收久的困难 对啊 OK 那玉凤这一位 驱行车司机朋友现在在哪 他的下场非常的辛苦 他到目前为止 没有人找得到他 他当天他是有载客 还有无线电 然后他看到那个飞机下来 其实那个飞机 你们那一辆 他是穿过南港科学园区 其实那边很多非常高级的豪宅 那运气也很好 就是刚好闪过那边 然后这个机车被削到 被削到的时候 他差一点 其实他有点拌有点打滑 差一点就从环中大道下去 那刹车刹住之后呢 还有用无线电影回报他们公司 我还记得他那个车队长说 他就说他发生车祸 他说什么车祸 要叫保险公司 他说他被飞机拢电 对方吞了三秒 你知道吗 你是在说什么 他说OK 被飞机弄到 然后他说 就是一直一直反复 对啊 是什么被飞机 是无人机吗 还是什么滑翔翼吗 都没有 就搭飞机弄到要怎么办 他叫人来看 后来呢 其实他也发生了很不幸的一个事情 就是遇到这个状况 然后呢 他的车子全毁了 那这个车子全毁了 保险公司有陪他一台车 但是呢 这台车呢 当初是挂在车行的名下 只是贷款他在缴 但是他跟车行后有一个纠纷 因为还他一台车之后呢 这台车被车行拿去 那他就没有身材工具了 对 所以他就去跟车行有一些诉讼 然后跟复兴也有一些诉讼 可惜都输了 并且说他没有办法 有一个身材工具 对 然后呢 他太太又离开他了 有点妻离子散 那他的同事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想要去访问他嘛 那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同事就说 他后来就离开了 他说没有办法上路 他离开了是什么意思 就离开那个车行 他说你想想看 他没有身材工具 然后再来你 你才可以离开 你就是要上路去接客嘛 可是他说 他就是有这个创伤 这个心理阴影 他没有办法再上路 那后来呢 他就想说 走平面好了 可是你走平面有一些 人可以说你有快速道路 你没走 可是他应该是上去 就会有一些阴影啊 所以再加上后来官司也输了 其实后来连他的朋友 连他车行的同伴都找不到他 了解 好 那刚刚靖雅 她说她其实身体 復健了好几年 慢慢才恢复 对 这样事实上现在 也还有后遗症 对啊 对不对 那你的精神上受创的情况怎么样 我那时候其实 大家都专注在 我身体上面的受伤 那大概过了 大概过了一阵子之后 我才觉得说 我好像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 我自己觉得 是 对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常常会有情绪上面的 很大的一个起伏 然后我觉得我我心里面不舒服 我讲不出来 对 然后我会不自觉的掉眼泪 然后紧张 然后全身常常就是发现自己都很紧绷这样 然后后来是医生有告诉我的家人说 他通常发生这么重大的交通事故之后 他应该是会有很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对 那请你们大家都要时时的关心他 跟关注他的情况 对 那我家人看起来应该是觉得说 我应该没有怎么样 就是可能就当下很难过啊 我妈妈就会说 可能医療就好了 就是身体好就好了 不要去想就会怎么样 对 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对 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萎靡 萎靡 对 就是不要说话 就是我会有片段的失忆 就是我刚刚自己讲了什么话 还是说 以前发生认识的很熟的人 在出现在我面前 我又想不起来他是谁 是喔 对 我妹妹说姐你忘了他是谁 然后我就说他是谁 对 片段的失忆 对 片段的失忆 然后加上 会哭吗 会啊 然后会噩梦连连这样 就是只要眼睛一闭上 就是看到自己 就感觉是自己在飞机里面 晚上住睡觉 噩梦连连 对 我刚开始出院回家的时候 我曾经三天都没有睡觉 我是哭着跟我妈说我怎么吃药还睡不着 对 不是说吃药 有要吃让帮助睡眠的药 跟那时候也有点抑郁症 抑郁 或是忧郁 就是心肝不舒服 但是你这个抑郁症是把自己裹起来那种 对 因为我发现忧郁症可能有很多不同类型 对 可能是比较外显的躁郁 会生气 会哭那种 但是我就是会慢慢就不讲话 不讲话 对 然后想要跟他隔绝 不想见人 对 然后唯一的舒适圈就是我的床 我在家 离不开床 就是 对 但是在床上又睡不着 对 就是一直每天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 然后我就觉得我活得好痛苦 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活得好痛苦 对 我就每天这样下去 然后精神科医师跟諮商师 对我的帮助又没有很大 对 然后其实一开始的经验也没有很好 对 然后反而是又重重的给我一拳这样一起这样 所以就从此以后 我就觉得我就是关在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 然后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虽然很孤单很寂寞 然后很害怕 但是至少我觉得我是安全的 对 我是不会再 不会再有什么恐惧的事情 是 对 会不断反顾的去想那个当时发生的事 会不断一直上演这样 然后只要眼睛闭上 就是会听到那些哭的声音 那些都是症状的反应 吴老师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靖雅他的状态 其实他他当他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说这个因为创伤真的很严重 其实他很需要有一个人好好的听他说话 我们称那个人叫做知情见证者 就是知道你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旁边听 我在旁边见证你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当事人你真的 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任何的安慰 那种安慰包括你现在好好的 没事了 或者那个安慰包含 不要太多 你都活着了 对 你都活着了 还有什么不好的 对 或者是 你听到这样会生气 我就会痛 崩溃 对 会很崩溃 那时候这句话就是 我一一会就是 piss me off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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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活着 对当时的他来说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你在跟他说 你要珍惜你活着的时候 其实对他来说 我们以为安慰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是重创 然后包含要他去想 你要为了你的家人好好活下去 这种压力的话语 其实也都是不能给的 而是只要在旁边听他好好的说 甚至你可以稍微问一下他说 发生什么事情 你现在有想要说吗 你如果愿意说 我愿意在旁边听 但因为大部分的人 如果你没有接受 专业训练的时候 会对于敬仰他发生的事情 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沉重 而且你会不知道该接什么 但坦白说 我也会觉得 你其实也不需要接什么 你只是要很温和地陪在他身边 然后陪他一起去经历那个情绪 其实对他的帮助就非常大了 靳雅对不起 我再请教你 那你经历过这样的这个创伤症候 症候群 这个叫什么 PTSD 创伤壓力症候群 你最生气人家跟你讲什么 就是说你看你现在好好的 好像也没有受伤 这样就好了 他帮你就好了 头笑 如果别人又聚了 又有在串就好了 你最初会这样吗 我真的是有时候回到家乡 阿嬷就是 好啦 他其实关心我 但是他们的话就是 每一句都是刺伤我这样 所以你只要活着就好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不满意的 不感恩 不感恩 对啊 都听过了 让你一次的机会 你又在那不开心 然后心情不好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说 我跟当时不幸零难的乘客们 我们是接受就是一样的冲击 跟一样的灾害 但就因为我活着我就 我就要背负 对 我就是一辈子要背负这种 而且会有罪恶感 对 那我是不是讲一句很难听的 那我是不是当下有个人就离开 死死算了 我也不用在这边就是 受苦 对 很难过这样 那你觉得什么话 你觉得最受用 最受用 就说真的有安慰到你 会让你觉得比较舒服 就是我记得是 我后来遇到有一个医生 他跟我说 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他说你每天都有在努力 那就好了 看见你的努力 就是他看到我的 他看到我有在努力 对 而不是说就是 觉得我不努力 每天弄完起床 我不早点起来去晨跑 还是安排去上瑜伽 然后晚上再去 活得开朗健康快乐 每天就是开开心心 打扮自己这样 我就做不到 就是没办法 就没办法的事情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有每天都有努力 那就好 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 有努力就好 对 OK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觉得身体的受伤 比较简单 就是医疗 然后他有一段时间 会复原 但是心理上的受伤 很困难 对 就好像靳雅刚刚讲的 眼睛一闭起来 就是那个画面 你挡也挡不住 也不可能不想 对不对 然后睡不着三天 对 OK 你现在还敢坐飞机吗 我受伤之后 从来再也没有做过这种了 这个叫ATR 对 这个叫ATR600 就是我受伤的飞机 从来到现在八年 二月是要刚过嘛 八年没有办法做这个 但我有尝试做过大架的空巴 我跟医生说 你觉得我要试试看吗 这样 然后因为我先生说 所以你打完一辈子都不出国了 这么喜欢晚的人 你确定你不要出国了吗 你要不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样 然后我就飞了最短的冲绳 OK了 对 三十分钟 对 二十分钟就到了这样 不需要太忍受 那个密闭空间太久 对 我就是没有办法 待在密闭空间太久 然后不行 就是我那天上飞机 明明就吃了 吃有限吃药 上去再 空飞机会给我一杯红酒 对 然后喝点酒镇定一下 但是在起飞的那一刻 那我觉得我的心脏要炸裂了 对 我就是很紧张 很紧张这样子 因为你经历过那个负行困难的起飞 对 就是因为起飞的时候 我就嘴唧了嘛 对 所以我是起飞的时候 就是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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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对 会仔细听声 还有没有声音 隐情 就是会很 就是感官全部放大这样 对 然后没有办法 冷静这样 对 然后我会跟我先生说 我现在想下去 我不行了 我还是算了 算了这样 门可以打开 不行 已经后退了 飞机门已经关了 真的 门一关了 你就很难了 就出不来了 对 而且我要一直 随时注意门在哪 逃生 对 然后我要逃生的时候 我要先出去 我要先出去这样 就是整个脑袋一直在幻想说 如果等一下我怎么了 那你掉到水里 你会怕水吗 还好 还好 但是我会怕 那个 那时候我站在基隆河里面 泥沙的感觉 对 其实刚刚那个 那个哥讲说 看起来好像长潮 所以是穿急的 可是下面的流速是很快的 就是这样子 我要一直用身体的力量 去支撑自己的身体 受伤的身体 然后一直站立这样子 然后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很多次都想放弃 然后后面的人 救难大哥说 你再撑一下 你再撑一下 救护车要来了 不行 不能放弃这样 是 我很想要就是全身一松 然后就 全放他去 就真的就是让水 因为我真的抵挡不如 然后那个水流的 那个急速一直冲 在那边站了 我记得啦 我一出来的时候 对表十一点整 就是职业习惯 表也没坏 对 然后就看一下 十一点整 我站在河中间 我直到十一点 其实基隆河 我们看起来表面平静 想不到那个水流那么快 很快 很快 然后我又是这样子受伤 状况下 然后水又淹到这里 又塑白就空去 又冷 又站在那裡 然后我记得我大概四十分的时候 我才听到有那种 环绕音响的那个救护车 跟消防车的声音 环绕音响 因为就是可能我在想 应该很多台吧 然后四面八方的这样 然后当时是一开始有一个救难大哥先到现场 对啊 然后后来才有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救难人员都到场 这样 十一点五十六分 然后发生意外 然后你说当时你看标 你掉到水里十一点了 对十一点五十六 对 然后十点五十起飞 对 十一点的时候 我站在河中央 在河中央 所以就是十分钟嘛 那十分钟 对发生了事情 那到十一点四十 你才听到音哟音哟 音哟音哟的声音 对环绕音响 环绕音响 那这个时候 你听到那个声音的感受是什么 我就觉得说终于有人知道我们在这里了 对因为我后来看那个 救星来了 对因为我后来听我妹妹转述说 那时候飞机刚掉 不是有什么华翔翼啊 还是轻航机 那时候确实有跑马灯 我爸爸跟我说的 就是有什么复兴 疑似轻航机坠落 然后后来我先生说听广播 什么复兴疑似什么 发生迫降 因为那个新闻都是一段一段的 我们听到无线电 然后我们又要打去两号 然后两号就说 你们要不要问一下北海 因为那个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交接 那我们到现场之后 看到你这只这么大只 我们才确定说被踢掉了 才跟公司讲说 这只真的是商业的 是商用的飞机 那我刚才听靖雅在讲 其实我也有点喘不过气 因为当天啊 我们有拜托这个搜救的人员 有带GoPro进去那个机舱 搜救的时候帮我们拍一段 你知道进去之后啊 其实很可怕啊 那个空间啊 你看不太到 然后就是微弱的一个灯光 然后呢 拉出来的都不是完整的 你要去救嘛 拉出来都不是完整的 有些支离破碎的 对然后到最后啊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搜救队员 他要出来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那个影像在放的时候啊 其实现场是很吵杂的 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 后来我们都没有用那个影像 那个压迫感太重了 就是我们不是在这里面的人 可是我们光看 你到最后你会觉得 是不是找不到出口出来 那虽然影像已经出来了 就表示说那个人也是OK 但是哇那个压力太大了 那这个说后来结婚喔 对啊 就是人生改观了 也很贴持 所以随随不能跟老天爷乱黑弯 怎么说 我这辈子不想结婚跟生小孩 什么时候说的 就是人生一直都以这个为之 你本来是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小孩 对啊 对啊 妈妈会很希望快点结婚生小孩这样 对然后但是我就不想要 对然后但是人生经过这么大的生死关卡 突然觉得说如果那天我就这样离开了 那这事实上是不是 关于我黄金牙的这个 所有都不见了消失了 就消失了不存在 对然后就突然觉得说 很想要有一个依靠 对一个家一个依靠 就是很想要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坐下来喘喘气 然后真的一个可以理解我的人陪我这样 对啊 那其实那时候我那时候的男朋友 就是我现在的先生 对 他就是没有怨言的就是陪伴这样 对啊 那其实那时候给我很大的资助 对啊 先生像玉山还是阿里山 他其实蛮像一座三代虹一个 靠着啊 就是就是没他不是那种 很会讲好听话的人 但是你看到他 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很安心这样 对啊他什么事他可以处理这样 人生就是这样嘛 找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然后可以互相扶持 可以聊天的人 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很很懦弱 就是我会想要脆弱 对脆弱啦 就是很害怕很多事情 那时候也不想跟人家交谈 所以我觉得我先生的个性就是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那他就跟我说 该争取的事情你就要去争取 对 该说的话你就要去说 你的权益你不能 不能不自己去捍卫 是 对然后其实这种 这种话也很激励我 对 然后也是 其实也是站起来的其中一个 好 很关键的意思 像玉山自敬好不好 对像玉山自敬 来我们先休息听了 来 在相处的过程里面 老公除了给你依靠以外 那个话语间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他其实从来都不会跟我说 你要快点好起来 这样有压力 有 这样有压力 对还是说 因为你要不要好起来 就不是你有办法控制的 你也想要好起来 对啊 我也想好起来 还是跟我说 你现在是不是又心情不好了 你就不要再去想了 就是讲这些 对 他从来都不会讲这些话 这些会激怒人 会 我会立刻抓狗这样 没有啦 就是我会觉得说 他也没有去想要我 你都这么久了 一年过一年 你是不是今年要比去年好啊 哪一年要更好啊 这样从来不会 对 然后他也不会去 可能也是把我当成一个一般的人 来对待 对然后就是一样跟我这样讲话 讲事情啊 那时候最多时间就是在看政论节目 谁 我看 我没事就开始看电视 所以我才那时候才开始关注一些社会史事 什么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只要好好的活着 好好的活着 对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就好了 他全力支持你 对 感动 那当时发生的时候 是谁通报家里的 好像我妹妹接到电话 应该是警察 还是可能公司的人 或是同事 还是朋友 就打给我 打来家里说 父亲 父亲坠机了 这样 然后我妹说爸 父亲坠机了 你快看电视 姐姐好像在上面 然后我爸就大吼说诈骗电话 不要乱接 我爸又不相信 然后后来就打开电视 就看到就是我的名字在上面 有 那时候可能真的是很激动 我妈妈和我阿姨快马上就是 我妈她的外套穿着 好像鞋子还穿错 然后就快点上高铁北上 但那时候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哪 也不知道我事实 不晓得啊 因为一切讯息都是很混乱 然后后来是我妈妈先找到我的 对 不是公司 对 其实 妈妈找到你其实最是很爱 对 妈妈好想快点找到我 因为她想要确定我是死了 还是活的 对 她说如果我快死了 那拜托 可不可以让她 到了我再死 她是这样讲 看你最后一点 对 她说她想跟我讲讲话 再让我离开这样 不要她到了 我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还是怎么样 对 好催泪